首先我们准备草鱼一条 做酸菜鱼一定要选用活鱼 然后用刀把草鱼敲晕 从鱼头后面切上几刀 把鱼的脊髓神经切断 然后用一把小刀插入鱼的心脏 把草鱼的血放出来 这样做可以减少草鱼的腥味 用小刀把草鱼的鱼鳞清除干净 然后用刀把鱼肚子划开 用手去除草鱼的内脏 再把草鱼的鱼鳃去掉 下面把草鱼清洗干净 首先我们从草鱼的尾部下刀 贴着草鱼的脊骨向上片着鱼头出 最后把鱼头处切断 然后用同样的办法用刀贴着脊骨片着鱼头出 片好后把鱼头破开 然后把鱼头剁成块 去除鱼头里面的鱼芽 剩下的鱼骨也用刀剁成块 剁好放入碗中备用 下面用刀贴着鱼刺把鱼排片下来 片好后把鱼排剁成块 剁好和鱼骨放在一起 将取下来的鱼肉用斜刀片成3毫米厚的鱼片备用 鱼肉不能片得太厚 否则鱼肉中会留下比较长的鱼刺 鱼片片好后放在碗中备用 下面把鱼片和鱼骨用水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把鱼骨腌制一下 加入食用盐少许 没有黄酒可以用料酒代替 然后用手抓拌均匀 把鱼骨腌制入味 腌好后放一边备用 鱼片清洗干净后挤干水分 加入食用盐少许 胡椒粉少许 再加入适量的啤酒 用手充分抓拌均匀 抓拌至鱼片表面发黏 打入一个鸡蛋清 然后继续用手抓拌 把所有的鸡蛋清打入到鱼肉里面 最后加入适量的玉米淀粉 用手抓拌均匀即可 腌好后放一边备用 下面准备一把酸菜 用刀把根部比较厚的地方片开 片好后用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清水中 把酸菜清洗几遍 去除酸菜里面的盐分 清洗干净后挤干水分放在碗中备用 准备大葱一根切成葱栗 生姜一小块切成姜片 大蒜一把用刀拍碎后切成蒜栗 清泡椒一把切成栗 切好后放在碗中 最后准备一把干辣椒段 所有食材准备好之后 下面开始烹饪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后加入一勺食用油滑锅 滑好倒出 锅内再加入适量的底油 倒入腌好的鱼骨 晃动炒锅煎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后把鱼骨翻个面 继续晃动炒锅再煎两分钟左右 煎好后倒出控油备用 锅内加入少许底油 倒入切好的料头小火炒香 炒香后倒入准备好的酸菜 开小火翻炒两分钟左右 两分钟后加入适量的开水 大火烧开后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食用盐少许 鸡精一勺 再加入味精少许 再来一勺胡椒粉 调好味后倒入煎好的鱼骨 开大火煮五分钟左右 这一步的目的是让所有食材 挥发出香味 五分钟后照着把所有鱼骨和酸菜捞出来 捞出来后放在一个大碗中 这时候把火关掉 用手把鱼片一个个下在锅中 鱼片粘连在一起的用手把它撑开 所有鱼片下入锅中之后开中火 把锅内的汤汁烧开 然后用勺子轻轻推动一下 使鱼片受热均匀 水开后煮30秒即可 煮好后用照例把所有鱼片捞出 捞出后放在鱼骨和酸菜上面 然后盆中再加入适量的汤汁 下一步开始泼明油 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倒入准备好了干辣椒段 小火把干辣椒段炒出香味 炒至快变色使用立马关火 把炒好的油泼在鱼片上面 再撒上少许熟芝麻 最后撒上少许的香菜 一道传统风味的酸菜鱼就做好了